第五百二十七集 在他这寥寥几句话之中就会心灵崩溃 但是方寒却丝毫不在乎 停 天涯门门主 你也别说下去了 我方寒威震万界 名声显赫 一些事迹谁都知道 也用不着你来付出一遍 你天涯派不会放过我 我方寒也同样不会放过你们天涯派 话不投机 拳脚上面定胜负 不用啰嗦 好 快人快语 造化门主就是造化门主 难怪敢用造化二字命名为门派 不怕造化之忌讳 这次 我亲自前来 就是想看一看 你这个天才年轻人 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免得你死 要不然 一个绝世天才 今天就要彻底的陨落在这里 哦 我杀了你们门派的天仙巨无霸绝武神 你居然能够容忍 我倒要看看 是什么条件了 方寒暗暗提起法力 在体内运转 嘴上却不动声色道 很简单 拜我为师 我收你为弟子 把你的造化门 全部投入我天涯派之中 失去了一个绝武神 得到你这个天才弟子 这笔生意 还是划得来的 这样一来 自然就化干戈 为玉帛 皆大欢喜 牙宗到副手而立 仿佛没有看见方寒 暗暗提句法力一般 好好好 实在是好 在不久的将来 我要对付玄黄大世界的神族大劫 正要拉拢盟友 有了天涯派的帮忙 那对抗神族的机会 就大了许多 方寒点点头 怎么说 你居然是实时务者为君杰 好 很好 这样一来 你不但可以保全性命 连你的这个妻子 弥宝的性命 都可以保全 好了 快点拜师 交出你身上的世界之术来 这是神族大劫对抗的关键 我要拿回去精心祭练 发挥出最大的威力来 有了它 这次神族大劫过后 就可以极大增强实力 使得我天涯派 成为第一古老道门 我的意思是说 牙总道 你拜我为师 把天涯派并入我们造化门 把你的法宝掀器都交出来 天涯派 这个名字实在是太差 令人听了都心烦意乱 哪里比得上我造化门大气 方寒笑道 鼠子 赶尔 牙总闹脸色一变 知道这方寒是在愚弄自己 眼神闪烁过浓浓杀鸡 我是上体天心 天无绝人之路 你居然还如此言语轻挑戏弄 是自觉于天地 灭断自己的生路 那就怪不得我了 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狱无门闯进来 话音一落 门主牙宗道身体一阵 一拳破空机来 也不见有什么异象和气势 但虚空之中 立刻弥漫了一种 大圆满 大成 即天地全法 五道 三千大道 无数神通 无数门派与大成的味道 至圣大成拳 米宝一动 就开始运转分宝岩的力量 他认出来了 这一拳正是天涯派的绝学 至圣大成古经中记载的拳术 大成古经 号称大成二字 非同小可 一拳打出 米宝立刻就感觉到身躯颤抖 有一种解体裂开 四分五裂的味道 立刻 他调动了体内的起源之力 要打出起源神拳 不过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伟岸的身影 把他全部守护住 不使他受到一点伤害 这一刹那 使得他好像回到了父亲宝主的怀抱中 安全无比 护住他的人 正是方寒 方寒运转法力的速度 比他要快得多 随意一动 起内造化之力 狂奔忙涌 三十三天造化神拳 打出了上兆拳 拳拳都和至圣大成拳 碰撞在一起 一连串的爆炸 震荡起来 方寒的身躯上 护身先刚 不断爆炸 显然 承受了巨大压力 而对面的天涯派宗主 鸭宗道 脸色沉静 白发飘扬 居然有了一点 天飞乌魔的味道 这是天飞乌魔 气质诡秘 而他的气质开扬 举手投足 都有一种 集天地大成的味道 似乎 他就是道术的宗师 仙人的宗师 刹那之间 不知道经历 多少次拳法对撞 牙宗道 猛的向前走了一大步 凌空压迫而来 衣服 烈烈作响 身后不知道多少星球 都跳跃起来 开始以他为中心凝聚 他就是宇宙的终点 这一大步的跨越 就使得他的躯体 真正来到了方寒的面前 竟然直接撕开了 方寒的护身钢器 攻击向他的本体 方寒浑然不惧 始终守护着蜜宝 手掌一翻 就多出了一张 神仙凝炼的符路 这一张符路叫做 幻世神符 上面蕴含了神仙法则 和圆灵气息 逆掌击出 居然化为了一道道的虚幻世界 把牙宗道的拳法给缠绕住 牙宗道手臂一震 身体之中 同时射出了一张 神仙炼制的符路 和方寒的符路 一个对撞 两股神仙圆灵对撞 消失无踪 幻世神符居然被破掉了 厉害 方寒心中震撼 以他现在的修为 自从八部浮屠和三十三天至宝炼制成功以后 基本上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就算是天仙 也要甘拜下风 但是现在 这牙宗道居然是他碰到的最强横对手之一 对方好像屹立在古老仙界的神像 永远无法击溃 自己无论施展出什么招式 都要被他抵挡住 而产生反击 现在 不说杀死天涯派的天仙巨无霸 就算是击退着牙宗道 都没有可能 当然 牙宗道想要击溃方寒 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而且方寒还没有展现出最为终极的力量 打成圣刀 牙宗道是步步紧逼 步步惊心动魄 在瓦解方寒的神仙俘虏之后 手上一抹刀光子虚无中来 凝聚成了一口血量的法刀 这口法刀的形式 好像佛门的戒刀 又好像是骑兵的战刀 更好像是仙道的祭祀之刀 即万刀之城 刀即是刀 浓烈的仙道法则 比起那天涯圣道尺 更为浓烈的仙道法则气息 从上面冒了出来 居然是一柄仙气 这一刀 势如破竹 瞬息之间就降落到了方寒的头顶 一抠而下 大成圣刀 绝带仙气 弥宝看见的刀光一闪 就知道是天涯派宗主的圣刀 这口圣刀极其有名 并不是上古流传下来的 而是这天涯派宗主自己炼制的 根据门派最高密点 至圣大成古经中记载的法门 炼制而成的 按照道理 一般天仙 根本不可能炼制仙气 因为 就算是最为低级的下品仙气 蕴含的仙道法则 都比自己要多得多 你要炼制成功 必须要用许多天仙高手的仙道法则来血迹 最后 融入一炉 补全大道 才有可能 甚至 仙气在成功的一刻 还要降临下灾难 而且 还要神仙法则 弥补作为总纲 所以 太上九星天 包括是天涯派的诸多道主 据吴霸 都没有仙气 就连祖清晴的重生仙虎 都是上古流下来的 而衙物本的天涯圣道尺 更是天涯派古老祖宗遗留下来的 现在的人 根本没有能力来炼制 唱听网 有时候 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 别样精彩 3w.听85.com 而大成圣刀 是天涯派是天涯派唯一的 由雅宗道炼制成功的仙气 传闻之中 雅宗道前前后后 三万六千七百次进入了玉碗魔境 偷袭圣魔级别的高手 九死一生 斩杀了数头圣魔 偶然之间 偶然之间 在一个秘境中发现了一具羽化的神仙骸骨 最后 做死官 八十一万年 才炼制成了这一口大成圣刀 仙气修成 所向无敌 远在天涯都能够斩杀敌人 好像天仙之中 绝代天才 正因为如此 有这样一位门主哥哥 雅武本才如此嚣张 直接进入太上九卿天门派之中 大摇大摆 四处威胁 甚至在保主死后 立刻动手 抢夺修真大世界 一刀斩杀下来 日月无光 群星暗淡 一切光滑 全部都集中在刀身之上 四个字的红亮声音 响彻在了空中 刀即是刀 无数刀光笼罩 空中响彻起了 古之圣贤的声音 这一刀之下 没有人能够阻挡得了 竟然有了几分 命运洪流的一景 刀光临头 方寒的脸色 仍旧没有丝毫变化 他双手一合 尸找祖龙之手抓出 竟然就这样 生生地抓住了刀光 大成圣刀 在他的双手 合十之间 不停地跳跃 下劈 但却根本无法 摆脱他的双手 而且 在他双手之中 一股浮屠龙火 燃烧了过去 祖无尽的气息 居然弥漫开来 三十三天 至宝的影子 在光上闪烁 咔嚓咔嚓 仙力运转着 那大成圣刀之上 居然开始出现了 一片片的龙鳞 居然有了一种 龙化的趋势 方寒现在可以瞬间 就把一件 没有度过雷杰的 绝品盗器给龙化 就算是度过了 雷杰的远古 绝品盗器 直接抓在上面 也立刻可以化为真龙 融入身体 增强力量 宁愿巴不浮屠 但是 仙气 却就勉强了 毕竟 他本身还不是天仙 而是真仙 体内还没有 真正的天仙法则 所以 无法真正 练化仙气 但是 阻止仙气运转 从其中掠夺到元气 还是能够做到的 万物化龙绝 你果然炼制成的 八部浮屠这件龙族质宝 龙地都炼制不成 不过 你像龙化我的仙气 那却是持人说梦 打成圣刀 给我震 雅宗道一收刀 身形更加挺拔 刀身上的龙民纷纷碎裂 刀气更是发出了千百道长银 气息更加剧烈 一刀在手 先佛歇徒 前山万水 一刀断 刀光又把方寒和弥宝 整个笼罩住 方寒越来越沉着 越来越冷静 整个人好像古井无波 浩月当空 水银清切 粒粒皆圆 双手二十根龙爪 连番弹动 施展出了三十三天造化神拳中的执法 那执法猛的一动 和刀光碰撞在一起 竟然不落下风 一干天涯派的高手 看得是惊心动魄 方寒居然拿肉身硬炕掀气 这些天涯派的巨头 知道大成圣刀的威力 在牙宗道的手下从来没有义和之架 但是现在人家用肉身硬炕 已经是根本超越了他们对于厂里的认识 催哭拉朽 牙宗道刀光再次一变 所有的光芒全部都凝聚在刀尖一点 刀尖那一点光源 好像世界诞生最初的一线亮光 给宇宙带来光明 这一点光芒催动之间 竟然就把方寒的龙爪扑斥一声 斩杀掉了一个手指头 嗯 方寒遭遇大便 猛的一口气喷射出来 周身龙气滚滚 那断掉的龙爪一下化为神龙 再次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而他的龙爪上手指头又长了出来 与此同时 他的龙爪鳞片更加的浓密 竟然类似于造化神器残片龟甲的模样 当当当 大成圣刀斩杀在他的龙爪上 居然爆出了一连串的火光 无论这刀如何凶悍风力 都伤不了方寒分毫 这是造化之力 模仿龟甲的结构 方寒刹那之间的躯体 虽然不至于有造化神器那么牵硬 不可思议 但也不是仙器能够伤害得了 本来 这样的行为 要以损害造化之力为代价 但是 方寒现在 已经能够从虚空之中 汲取神秘的造化之力 源源不断 于是施展出这一招手段 强化肉身 破心之刃 牙宗道再次一变 刀尖居然绕过方寒最强的双爪 刺破他的心脏 但是方寒狂吼一声 全身的龙银居然全部转化为了造化神器残片 规甘龟的模样 刀光击杀在他的身上 爆发出火光和长银 却丝毫无法伤害他 这一下 方寒的全身是坚不可摧 而且 在这数个回合的交手之中 他已经触摸清楚了 大乘圣刀的利害 牙总道 你的大神圣刀也不过如此 根本破不了我的造化身体 你知道我身体表面 这层硅甲是什么吗 这是造化神器的残片 别说你一个区区下品仙器 就算是中品 上品 绝品 王品 都奈何我不得 如果你的技穷于此 那就请葬送在这里 天涯派全军覆没 方寒展开了灵力反击 汹涌仙术 轰击向牙总道 造化神器残片 怎么可能炼花 但是 这层防护能力 不 不可能是传说中的造化神器 没有人能够炼花 就算是金仙 都不可能炼花造化神器残片 牙宗道 震惊连连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位天仙之中的绝代天才 自行炼制出了 仙气大成圣刀的矿谷门主 不知道阅读了多少点集 深深知道造化神器的残片 意味着的是什么 他无法想象 有什么强横的存在 能够炼花这种东西 亏你还掌握了我的信息 难道不知道 窃取了命运 进入永生之门的殿墓天君 和我曾经在一起过 用永生之门的灵魂烙印 就可以彻底的 把造化神器残片炼花 风含哈哈大笑 语言上要彻底击溃着 牙宗道的心理防线 我也掌握了一部分的命运 所以才能够以虚仙的修为 就搏杀天仙 你也难逃被我搏杀的命运 窃取了命运的殿墓天君 牙宗道脸色寒冷 白发飘飞 难怪仙界传递下来福寿 各大上古门派 严密追查殿墓天君 现在正好你和他有关联 我就把你生擒 用九天神赐 把你的手脚经脉都定住 使得你不能变化 然后逼迫殿墓天君现身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梦入神机的 长天玄幻小说 永生 第527集 是由陈颂无声为您播讲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 Пр uy更多的 他说 этих 准备 暂